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怪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伽利略的披萨塔实验 比萨斜塔的科学飞跃 2.居里夫人的发光衣橱 镭射时尚的辐射 3.霍克斯的虚拟恐龙 使钱巨兽的数字复活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伽利略的披萨塔实验 比萨斜塔的科学飞跃 各位亲爱的学生 历史爱好者以及披萨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 不是你们最爱的意大利美食 而是一个与意大利同样令人垂涎的科学故事 伽利略的披萨塔实验 当然 这里的披萨塔其实是比萨斜塔 但谁能抗拒将这两个意大利标志性符号 结合起来的诱惑呢 首先 让我们回到16世纪的意大利 当时的科学界还在用拉丁语交流 这意味着他们的论文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罗马将军在下达命令 在这个时代 伽利略 伽利雷 伽利雷 是一位年轻的学者 他对于天文学 物理学和数学都有著深刻的兴趣 而且他对于当时的科学教条持有 怀疑态度 这让他在学术界显得格外酷 传说中 伽利略进行了一个经典的实验 他爬上了比萨斜塔 手里拿住两个重量不同的球体 他的目的是要证明 不同重量的物体 在真空中会同时落地 这与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说相反 后者主张中物会比轻物下落得更快 现在 想象一下 这位意大利绅士站在斜塔顶端 风吹住他的长袍 他准备将两个球体抛下塔去 旁观者可能在想 这位教授 是不是吃了太多披萨 头脑有点昏了 但是 当伽利略放开手中的球体 这两个物体竟然同是处的 证明了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这一刻 不仅仅是球体落地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说 也跟着摔了一跤 当然 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夸张 实际上 伽利略是否真的在比萨斜塔进行了这个实验 至今仍有争议 但这个故事 无疑是科学史上的一个美妙预言 它象征住科学方法 实验和观察 对于推翻就有理论的重要性 所以 下次当你们吃住披萨 抬头看住那些 飘落的辣椒片时 不妨想一想伽利略和他的披萨塔实验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重力的故事 这是科学革命的开端 是一个关于勇于质疑和探索真理的故事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佳利略在实验后 也享用了一块美味的披萨作为庆祝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居里夫人的发光衣橱 镭射时尚的辐射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讲述居里夫人的故事 特别是 她那发光的衣橱 这个故事既充满了科学的奇迹 也带有一丝历史的讽刺 居里夫人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不仅因为她在放射性元素研究上的突破性 成就而闻名 还因为她的个人物品 包括她的衣橱 都被她的发现 雷的微光照亮了 想象一下 你打开衣橱 而不是被一堆黑暗中的衣服迎面扑来 你却看到了一系列 自带夜光功能的服装 这不是时尚界的最新潮流 而是一种无意中的科学副产品 居里夫人在她的实验室里 与放射性物质打交道 而在那个时代 人们对放射性物质的危险性 了解甚少 她经常将含有雷的试管放在口袋里 甚至将这些发光的物质 放在抽屉里 以便夜晚观察 这种习惯 导致她的工作环境 包括她的衣橱 都被轻微的放射性污染所覆盖 因此 居里夫人的衣服和个人物品 就像她的科学成就一样 也在历史中留下了发光的足迹 现在 如果我们将这个故事 放在今天的背景下 居里夫人的衣橱 可能会成为时尚界的一大器官 想象一下 走在红毯上 穿着会发光的礼服 这绝对会成为摄影师的焦点 但在那个时候 这种雷射时尚 却是无知与危险的象征 幸运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对放射性物质的理解 有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我们知道 在处理这些物质时 需要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居里夫人的故事提醒我们 科学的探索 往往伴随着未知的风险 它的发光衣橱 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意识 也是对科学家 勇于探索未知世界 即使面临潜在危险 也不退缩的精神的一种赞颂 不过 如果你想在你的衣橱里 复制这种效果 我建议使用LED灯 而不是放射性物质 这样既实上又安全 毕竟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时尚选择 能够照亮我们的生活 而不是给它带来 不必要的辐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霍克斯的虚拟恐龙 史前巨兽的数字复活 当然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 充满了数字魔法 和史前巨兽的世界吧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间黑暗的房间 突然 一只巨大的霸王龙 在你面前咆哮 它的每一次呼吸 都让你感觉到 空气在颤抖 但别担心 这不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也不是你不小心闯入了 侏罗纪公园的拍摄现场 这是霍克斯教授的 虚拟恐龙展览 一个利用最新数字技术 复活史前巨兽的奇妙之地 霍克斯教授 这位虚拟考古学的先驱 他不仅仅是一个 键盘上的探险家 更是一个 数字时代的诺雅 致力于将史前生物 带回现代世界 他的团队 使用了一系列高科技工具 包括3D扫描 计算机建模和动画技术 将化石数据 转化为活生生的恐龙模型 这些模型不仅能够走动 奔跑 甚至能够发出科学家们 推测的声音 但是 霍克斯教授的工作 并不是没有挑战 想象一下 你试图让一只电子霸王龙 在虚拟现实中行走 但它却像一只 醉酒的鸭子一样 摇摇晃晃 或者 你精心设计的迅猛龙群 一开场就像一群 受惊的鸡一样 四处乱窜 这些都是数字复活过程中 必须克服的小插曲 幽默的挑战之外 霍克斯教授的工作 对科学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这些虚拟恐龙 科学家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这些古老生物的行为 生理结构和生态环境 例如 通过模拟不同的肌肉和骨骼结构 研究人员可以探索恐龙 是如何移动的 甚至是他们 如何进行社交互动的 此外 霍克斯教授的虚拟恐龙 也为公众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他的展览中 孩子们和成人们 可以近距离接触这些实现生物 体验一场穿越时空的冒险 而不必担心 被一只真正的把王龙追赶 虽然那也挺刺激的 总之 霍克斯教授的虚拟恐龙 不仅仅是科技的展示 它们是史前世界的桥梁 连接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这些数字化的巨兽 让我们得以一窥 亿万年前地球的面貌 同时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现实世界 还是在虚拟世界 恐龙始终是我们想象力的 巨大源泉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讨论了 三个令人着迷的科学故事 伽利略的披萨塔实验 菊里夫人的发光衣橱 和霍克斯的虚拟恐龙 这些故事 不仅仅是科学的突破 更是科学精神 和勇于探索的象征 伽利略用他的实验 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说 向世界展示了科学方法的力量 虽然他是否真的 在比萨斜塔进行了实验 仍然有争议 但这个故事 仍然是科学史上的一大家话 菊里夫人的发光衣橱 则是一种幽默而又危险的 科学副产品 它的个人物品 被放射性物质污染 成为了一个发光的奇观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科学的探索 往往伴随着未知的风险 但也赞美了科学家的勇气 和冒险精神 最后 我们有霍克斯的虚拟恐龙 这些数字化的巨兽 让我们近距离接触史前生物 体验穿越时空的冒险 这不仅仅是科技的展示 更是连接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所以 无论是伽利略的披萨塔实验 菊里夫人的发光衣橱 还是霍克斯的虚拟恐龙 它们都是科学的壮举 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 智慧和创造力 我希望你们也能够通过这些故事 对科学充满好奇和兴趣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的故事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